今年是2016总统大选共和党以及民主党初选的超级星期二 两党同一天在十个相同的州举行初选 另外共和党还在阿拉斯加 民主党还在科罗拉多以及美署萨摩亚进行初选 而各个参选人今天竞选的脚步也没有停歇 两党总统初选人希拉蕊跟川普 似乎对于打赢这场超级星期二信心满满 因为两个人都赢得前四场初选的其中三场 来自冯木特州的民主党总统初选参选人桑德斯在家乡投票 他表示无论超级星期二结果如何 明天起床他还是会继续参选 今天共和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克鲁兹代表的州 也是举行初选投票的一周 德州可说是克鲁兹的地盘非赢不可 而克鲁兹也将他的竞选重心摆在南部 但却在南卡罗兰纳州败给了川普 克鲁兹是超级星期二的候选人中 唯一在初选里击败过川普一次的人 他赢得爱荷华州的初选 但除了川普 他还有个难缠的对手卢比欧 而川普对超级星期二的结果 似乎是信心满满 今天直接前往在稍后才会取行初选的 I'm going to wait and see if they don't know